近日嘉兴有个姑娘小周 跑到派出所来报警 说自己被骗子骗走了八千块钱 离开时呢民警再三叮嘱她 以后要小心警方上当 小周也是满口大意 可是接下来的事谁都想不到 刚走出派出所不到一个小周 一个小时小周啊又来报案了 说这次被骗子骗了一万块钱 小周是嘉兴南湖区大桥镇 一家企业的员工 最近有陌生人联系她 说可以教她刷单赚钱捞外快 我以前也帮人刷过单的 也赚到过钱 所以我就想去试试看 看到过这个刷单的宣传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被骗 小周自信满满 但两个回合下来就中招了 一件提不了了 然后她陆陆续续转了几千块钱之后 发觉被骗 然后来我们所里报警 算下来小周差不多被骗了八千元 于是警方马上立案调查 给小周做笔录 并再三叮嘱她 刷单本身就是违法的 还会中了骗子的招 当时小周满口答应 可让民警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仅仅一个小时后 小周又来所里报案 说自己又被骗了 这么多钱被骗了 我就是想让警察快点破案 然后我看到过网上有那个网警的 所以我就想两边报案的话 可能就是破案能破得快一点 然后她就通过网上去找了一个 所谓的网警电话 这所谓的网警当然也是骗子 几轮对话下来 小周又被骗了一万块 我们告知她说 这个过程中 我们进入办案程序 如果及时指付 只租了那个钱的话 到时候是可以把钱退赔 退给她的 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办案有一个过程 然后让她回去等消息 民警提醒 网络诈骗套路千遍万化 但万遍不离其宗 就是一定会让你打钱 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徐博文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